全球网均视3月30日报道,南瑟拉夫联盟共和国,在1999年击落一架美军F117衍生战斗机,成为现代战争史上传奇般的战力。 关于这次战斗的细节,俄罗斯媒体日前做了更多的披露。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3月24日报道,让美国空军以李自豪的叶英F117衍生战斗机,在南瑟拉夫联盟共和国遭轰战后,仅过去3天1999年3月27日,在布基亚诺夫村附近被击落。 这是北约损失的唯一一架隐形战斗机。 南瑟拉夫空军少校佐尔塔,在北约侵略南联盟时,负责指挥防空部队第250导弹日第三年,他近日接受俄罗斯卫星同讯社的采访。 他表示,1999年他的部队用于发现和跟踪空中目标的雷达,属于米波雷达,而米波雷达更容易发现隐形飞机,所以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它,并让它最大程度的进入我们的打击范围。 此次成功击落F-117,大大鼓舞了塞尔维亚人的士气,给了他们抵抗侵略的力量。 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布基亚诺夫村民的照片,他们在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机一旁欢歌跳舞。 1991年海湾战钉中F-117在伊拉克的表现,让他名声霸振。 他成了军事实力的象征,由于采用了最新技术,使他可以避开所有雷达系统。 但事实证明,塞尔维亚雷达不守常规。 所以,佐尔坦告诉卫星通讯是记者,塞尔维亚人装备有苏联岛。 但系统S-125M涅网,这些60年代的武器,还在80年代,就提供给了南斯拉夫。 这位塞尔维亚英雄回忆说,赤气和爱国热情当时十分高涨,当地老百姓自愿与我们合作,尽其所能帮助我们。 佐尔坦说,即使在遭受78天轰炸后,也没有人想投降。 佐尔坦接着说,他们本来计划在7天内结束战志。 而在第50天后,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开始减作,没有以前激烈了。 原来一切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,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,只有美英飞行员在飞。 我认为,如果这种干涉继续下去的话,北约将出现严重问题,有可能导致该联盟的解体。 有人开始质问,为什么需要这一切,如果我们的联盟根本不是为此而存在的? 佐尔坦说,从1999年3月27日至5月1日,北约去调查过西西米乌姆西尔米乌姆,是位于多闹河中有滴滴地区的一个州。 不计王诺夫村就位于那里,他们不明白,为什么能击落这种飞机。 佐尔坦说,在他们看来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所有战斗机飞行员都有GPS传感器,以便在飞机被击落时可以找到他们。 但F117飞行员,不知为什么没有这种传感器。 当时,驾驶这架被击落的野鹰的飞行员,是美国人戴尔泽尔克戴利Veco,为了救它,采取了约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。 被击落的美国战斗,机的部分残寒,为这位美国空军退役上下,保存在家中。 虽然有人想用高架买他这些文物,但他说,从来没想到会卖给他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